每满月就要做DNA鉴定 辨别公母为什么那么重要 自动喂料鸡来帮忙 同样是鸽子 它们的命运有什么不同 科技院马上为您讲述 各位好 欢迎收看科技院 今天想跟您介绍一位养鸽子的能人 湖南越洋的方全民 养鸽子已经有十来年时间了 一直以来他养的乳鸽在当地 那是小有名气 可是最近他却不急着卖鸽子 而是为鸽子做起了一项特殊的检测 这么小的鸽子你们就拔他的毛啊 对啊 这个拔毛一定要越早越好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要给它做那个DNA鉴定 DNA鉴定 没听错 就是DNA鉴定 这养鸽子就养鸽子呗 怎么还一只一只给它们做起了DNA鉴定呢 鸽子做DNA 它们也要做亲子鉴定吗 那不是亲子鉴定 我们是用DNA分析它来鉴别它的公母 也就是使用鉴别 鉴别公母干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做那个蛋鸽 我们蛋鸽是用的双母猪队 所以公鸽子就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要提早用DNA把它鉴别出来 公鸽子没有用 那就得把公鸽子给刷下去 原来费这么大周折给鸽子做检测 为的就是把公鸽子给挑出去 只留下下蛋的母鸽子 淘汰公鸽子 留下母鸽子 这事儿 咋还和DNA鉴定扯上关系了呢 用DNA鉴定的方法分辨鸽子公母 这里边还有一段故事 方全民呢 是这家歌厂的负责人 也是湖南省岳阳县的养鸽大户 因为邻近的广东广西 有吃乳鸽的习惯 早几年 他养着的肉鸽非常受欢迎 常常是供不应求 附近的村民看到方全民养鸽子 赚了不少钱 也纷纷跟着养起了鸽子 随后他成立了养殖合作社 将三百多家农户组织起来 一起养鸽子 然而正当鸽业 日渐壮大之时 2013年 当地爆发了H7N9流感病毒 一时间 之前常常供不应求的鸽子 一直都卖不出去了 养殖户慌了手脚 当地三百多户农民 都是从方全民那儿引的主鸽 鸽子卖不出去的时候 农户们都纷纷地来找方全民 作为养鸽业的带头人 他清楚 自己不能袖手旁观 于是他到处筹集资金 把农户养殖的九十万只鸽子收购回来 全部宰杀掉 但是他自己的鸽子却没有宰杀 而是继续养着 他养的都是种鸽呀 生的鸽子蛋都是用来孵化 孵化出的小鸽子 再养上一个月就成为乳鸽来销售 现在乳鸽卖不出去了 鸽子下的蛋就不能够再孵化了 可是鸽子们却不会管这一套的 人家是该下就下 一点都不耽误 这时间一长 方全民攒下了不少鸽子蛋 乳鸽的市场一直不好 鸽子蛋也就越攒越多 看着这么多的鸽子蛋 方全民犯愁了 时间一长 这鸽子蛋还不都得坏了 与其让它们坏掉 还不如碰碰运气 拿到市场上去试试 看看能不能换点钱回来 他试着把鸽子蛋 拿到市场上去卖 结果让他喜出望外 方全民没想到鸽子蛋这么好卖 攒下来的那些鸽子蛋 很快就卖煤了 他意识到 对于已经停滞了的鸽子养殖业来说 这是一个新的商机 这个商机也许可以拯救当地 已经濒临失败的养鸽业 卖了一段时间 鸽子蛋销路好是好 可是方全民却没货了 我们以前养的两个鸽子 就是一公一母的 一个母鸽鸽蛋 鸽蛋率就很低 方全民当时养鸽子 主要是卖乳鸽 那些孵化的鸽子蛋 必须是受精的 所以鸽子必须是按照 一公一母的方式来养殖 鸽子和其他鸽类不同 鸽子产蛋很特别 一般像我们常见的家鸽 比如说蛋鸡 一年能产300多枚蛋 跟鸽子个头差不多的安纯 一年也能产上270多枚蛋 而鸽子算下来 一年也就是产个18到20枚蛋 鸽子下蛋很少 一般都是用来孵化的 所以在市场上 也就很难见到鸽子蛋 即便市场上有少量的 一点鸽子蛋 那价格也是很贵的 鸽子蛋之所以这么贵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它的营养价值比较高 鸽子蛋里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 长期吃鸽子蛋 能够增强皮肤的弹性 煮熟以后 鸽子蛋的弹性就会更加明显 就像是果冻一样 弹性强 正是胶原蛋白含量高的体现 在灯光的照射下 鸽子蛋有一种晶莹剔透的感觉 营养高产量少 所以鸽子蛋的市场很火 看到鸽子蛋这么贵 方全民就想在鸽蛋上大做文章 但是鸽子产蛋量少 一对鸽子一年才能下18到20枚蛋 而且这公鸽子是白吃白喝 如果按照过去养肉鸽的方法来养 肯定是不划算的 因为以卖蛋为主 受精不受精 那就无所谓了 它的思路发生了变化 决定要淘汰那些白吃白喝的公鸽子 当全民把母鸽子全挑出来 然后每两只关在一个笼子里 可是没有想到 母鸽子一被关进笼子 它们就一改雌性的温柔 互相大打出手了 方全民请教完专家才明白 鸽子呀是有感情的 鸽子属于一夫一妻制的鸟 是对爱情最忠贞的动物 它们喜欢单一的伙伴 之前的那些鸽子 都是从小就被关在一起 时间长了 彼此有了感情 婴儿能够和谐的在一起交配下蛋 而现在它们已经都是大鸽子了 原本有自己心仓的对象 原本有自己心仪的对象 非要把它们拆散 让两只彼此陌生的母鸽子 重新打伴 两只母鸽子彼此很陌生 又都还在思念着之前的伴侣 心烦气躁 怎么看对方都不顺眼 这不打才怪呢 半道凑在一起的彼此没有感情 合不到一块 为了让两只母鸽子能够和平共处 这感情啊 得从小就培养起 可是有一个难题 摆在了方权民的面前 鸽子在四个月性成熟之前 几乎是无法辨别公母的 看不出来 鸽子啊 这个公母啊 确实很难分 特别是在小的时候 要到性成熟的时候呢 才能够从外表上辨别这个公母 过去传统的方法 就是养到四个月龄 到五个月龄 才容易辨别这个公母 要选出母鸽子 就必须把同一批孵化的所有鸽子 养到四个月以后 才能够进行挑选 可是这样一来 没用的公鸽子 就要多吃三个月的饲料 别看这鸽子小 可是方权民养了六十万只鸽子 这算一算 其中一半的公鸽子 三个月吃的花销 那可不是小数 一个鸽子 一个月要吃五块钱的鸽子 用没有捡住出来的话呢 我要到三个月以后 才能把这个公鸽买掉 三个月之前 我这个三十万只公鸽 这个鸽子啊 就要把我那个鸽掉 要吃到四百五十万 四百五十万元 那可真是一大笔钱呢 如果能够早点分出公鸽和母鸽 把公鸽子及时处理掉 这省下的不就是赚的吗 于是方权民请教了不少老养之户 寻找鸽子鉴别公母的方法 鸽子在四个月前 在外形上几乎分不出公母 无计可施的方权民 决定找专家想想办法 他来到湖南农业大学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没想到专家给了他一个建议 让他把鸽子孵出来 在鸽子小的时候 给鸽子们做DNA鉴定 这个建议让方权民觉得很新鲜 方权民担心的是 这种高科技的方法 价格会不会很贵呀 DNA鉴定 每一个鸽子要罚两块钱 就要减之六十万个鸽子 为什么呢 就是三十万个公的 三十万个母的 但是这个建议费呢 就要罚到一百二十万 乍一听 这光鉴定六十万只鸽子的公母 就要花去一百二十万元 可是方权民仔细一算 这个钱不贵 如果等到养四个月之后再鉴定 那三十万只公鸽子光吃的成本 就是四百五十万元 这么一比较 这就相当于省下三百多万元呢 如果是不能早点鉴别的话 等鸽子都养到四五个月 再来鉴别的话 那公鸽子养那么大 就增加很多成本了 而且也错过了公鸽子 做肉用的这个时期 最佳时期 曲教授告诉他 给鸽子做DNA鉴定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用鸽子羽毛根部 毛囊里面的血液 提取DNA 公鸽子和母鸽子的遗传基因图谱 是不一样的 像这个涌道里面 上面的这个是黑点 代表是每一个点代表一个涌道 所以这一定是一个涌道 在同一个涌道里面 如果是两条带 就代表这个鸽体是吃的 这个涌道里面是一条带 那么说明这个鸽子是雄心的 是公鸽子还是母鸽子 通过基因的图谱 一目了然 两条杠的是母鸽子 一条杠的是公鸽子 在湖南农业大学技术团队的帮助下 方全民的第一批鸽子 通过DNA鉴别出了公母 虽然母鸽子被挑选出来了 可是这个时候 并没有分成一对一对的关进笼子里 而是把他们放进了一间集体宿舍 让他们先锻炼一下身体 等他们的身体锻炼得结结实实的 再给他们分成组去培养感情 锻炼身体的一项重要手段 就是让他们飞起来 在这个宽敞的大棚里 母鸽们有充分的活动空间 他们要在这里生活三个月 咱们这个一定要就是长度 一定要达到三十米以上 然后要两百个平米 一般要两百个平米 不然的话 它那个鸽子空间太小了 它飞不起来 那到时候就没有这个放飞的意义了 飞行锻炼不仅让母鸽的身体强壮了 还有效地控制体重 因为他们要是太胖的话 下蛋就少了 这个训练看起来简单 却能让母鸽多产蛋 和延长产蛋期两年 当母鸽们长到四个月大小 到了发情期 方全民就观察 在这个大宿舍里 每两只鸽子比较亲密 就把他们关进一个笼子里 有些行为表现 就是别人说围着这个母鸽子转啊 然后发出一些叫声啊 然后有一种很亲近的那种行为表现啊 然后他们就开始接吻 让母鸽子搭伴产蛋的办法看似大胆 其实也是有科学依据的 让他们搭伴在一起 是为了满足鸽子天然的习性 他们有了自己终身的伴 到了产蛋期才会安心产蛋 鸽子有暴窩的习性 如果不及时捡走鸽子蛋 他们就会暴窩 一旦暴窩就停止产蛋了 所以一定要及时把蛋拿走 要让这些母鸽子多产蛋 仅仅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还不行 还得让他们吃好吃饱 才能够多产蛋 鸽子呀是一种很挑剔的动物 他们对于新鲜的东西 会有一种好奇心 对待食物也是一样 所以如果喂食的时候 饲料放多了 他们吃着吃着就不愿意吃了 但是如果放少了吧 就得来来回回放很多次 鸽子的胆子很小 这人来来回回地走 他们就会受到惊吓 而且这人也累得够呛 这为了一会儿啊 我的手都酸了 养殖厂的工人告诉我说呢 他负责一千对鸽子 一天这种抓料 喂料的动作就得重复八千次 这数量可真不少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方全民就想着 能不能买一套自动喂料机 来给鸽子喂料呢 他四处考察 可是看了一圈 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设备 回家以后 他找来电工 模仿给鸡喂料的设备 自己动手制作 很快 设备做出来了 当这个铁家伙出现在鸽子面前时 一开始鸽子很害怕 根本就不敢上前去吃东西 适应了一段时间以后 胆子大一点的开始上前 试探着去吃上几口 这架不住饿呀 胆小的看着有鸽子去吃了 也开始试探着去吃饲料 很快鸽子们就适应了 这个铁家伙 自动喂料机的喂料槽 是靠传输带运输的 速度该怎样设定呢 方全民最开始 设定了一分钟五米的速度 一分钟 跑了五米 五米那个时候呢 那就很快了 就那个鸽子啊 有的鸽子头还没吃进去 而鸽子就跑掉了 他后来慢慢地调整速度 当速度定在一分钟 一米二的时候 他观察到鸽子 有一分钟的吃料时间 一分钟后 饲料槽就传送走了 两个小时以后 鸽子消化得差不多了 饲料槽又传输回来了 一分钟 一分钟我这个吊车 就从这里 跑到这个地方 大概是一米二 这两个鸽子呢 它到里面 吃那个十 可吃到一分钟 每天早上七点 工人把饲料添加好 打开机器 让他在鸽舍之间运动 自动喂料机 安静地滑动 鸽子每次见到它 都感觉新鲜食物来了 会赶紧吃上几口 新型喂料机 减少了人的干扰 不但节省了饲料 还为他的养殖厂 节省了三十个工人的劳动力 今年呢 我的小时以后 大概是五千多万 我这边呢 大概今年可以赚钱不万块钱吧 尝到甜头的方全民 还建起了实验室 买了一百多万元的仪器 培训了技术员 在自己的养殖厂里边 就可以为鸽子进行DNA检测 让大伙也养蛋鸽 买鸽子蛋 一起发家致富 合作社组建以后 到今天 已经发展到了三百二十多户 这个捐业户 这个成为了全国的 科技释放合作社 成为了我们越洋县 带动农民致富 推动农业现代化的一个 这个扎手 方全民为了让肉鸽 变成蛋鸽 多产蛋 那可是煞费苦心呢 他依靠科技 通过DNA鉴定 让两只母鸽 作伴生蛋 又研发了自动喂料机 顺应市场的需求 调整养殖结构 不但自己能够赚到更多的钱 而且还更好地推动了 当地产业的发展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 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 显示的其他联系方式获取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水声世界的美丽精灵 另类的捕猎本领 专门的悬浮资料 为什么要换掉 水缸里的挡板 有什么玄机 身体里的气泡 从何而来 为何会威胁到 它的生命 科技院下期讲述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